大家好 之前呢 因为啊 俄乌战争导致西方国家 包括G7啊等等啊 态度很强硬嘛 说这个 说我们绝对啊 就不用你俄罗斯天然气了啊 俄国那也 比较强硬啊 就是说 爱用不用对吧 过去不是说用欧元或者美元结算吗 挺好对吧 有纸售卢布 纸售卢布对吧 这个新闻之前我也做过啊 因为 我说嘛 这个东西你说最后西方有没有可能妥协 我觉得有可能 你别看两边这话喊的多狠 但是实体上 实体实体上办事啊 这帮人都不傻 我一直说嘛 那个就这七这几个国家 每个人每个人态度啊 你像德国呢整体立场上是比较亲俄的啊 然后这个法国呢 反正出于一些啊 莫名其妙的一些这种 这种什么自由民主啊 开放正确什么的啊 他有时候会站在政治正确的一方啊 但是呢 实际上法国的官僚啊也不是傻逼对不对 毕竟像德法是这个 俄国天然气啊 比重还是蛮大的 至于英国呢 虽然确实不是不是这个俄国天然气啊 就不直接大量使用吧 但是呢 这个英国口头肯定要配合美国嘛 对吧 美国说不让用 或者说那个建议不要用 对吧 他也跟着要喝要喝 对吧 我得跟那个北约啊 这些啊 我得我得配合嘛 我得梦幻梦幻灵动嘛 但是英国作为这个老牌的敌国主义吧 他这边实际上啊 也是贼油贼油的啊 他的政治正确 我觉得这个只说对于事件的看透真相啊 到底应该怎么知道 最符合英国自称利益这一点啊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明白啊 这事怎么玩啊 毕竟统治世界嘛 这个一两百年的这么一国家 不可能是蠢货啊 他有着优良的这种官僚主义的 或者这个这种官员体系吧 行政体系的这种决策啊 那保证他们最后做的很多决策呀 忙忙 最后你也发现 他是跟现实妥协和这个融合程度最高的 所以呢 这次英国啊 明面喊 就为贝利林啊 通过一决议啊 你瞧 据这个路透社 还有彭博社的消息显示呢 说英国财政部啊 4月22日 昨天呀 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呢 英国已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及其子公司授权啊 5月底前支付俄罗斯天然气的这个啊款项 说此前呢 俄总统普京啊 提议各国啊 说这个提议啊 提议啊 提议 各国呢 天然气买家在干银行开车账户 那必须使用这个卢布啊 支付天然气款项啊 当时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我说肯定啊 这个欧盟啊 还有这些反正这些国家吧 除了美国啊 是肯定不会用的 为什么 美国自己也生产天然气啊 美国自己的什么延元气啊乱八糟 他开车量也挺大的 他还希望这个欧盟买他们的呢 但是其他国家也不是傻逼 对不对 打仗是打仗 对吧 精神上支持一下乌克兰 然后呢 这背后呢 我得保证我的基本盘呀 我老百姓也得说这个 有天然气可以用啊 你做饭烧水什么的 什么的你不用吗 对不对 雇用量其实蛮大的 是一个刚需 你美国的呀 不是不能用 但是问题是这玩意儿 卧槽 成本比俄国呀 就不知道高哪里去了 所以最后他会想到一个折中的方法 无非就说这折中 我大概能 折到什么程度 这不英国就来了吗 但我也说了 当时我也说了嘛 我说这个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 整个贸易市场上 货币市场上 没有这么多卢布可以用 这么多卢布哪去买 然后 你看这不反正就来了吗 所以英国这边一开通 说 使用卢布结算 对俄国呀 其实是个中达利好 首先市面上 没有这么多卢布哪去弄 那你只能去想 通过其他的办法呀 去赚卢布 那以后既然有些俄国的公司 说我给你钻棒的时候 我不用给你美元了 我也不用给你欧元了 我也不用给你 没英镑了 反正说 我不用这些东西了 我就直接给你卢布 有人收了 有人收了 对吧 那俄国是个利好 对吧 我他们以后也能 印印印印刷一些东西 对不对 然后给你去学美国 白嫖 白嫖 对吧 反正有傻车买我用卢布 是吧 然后再翻过来 支付我天然气 对吧 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等于英国开了 对美国来说 在美国社交里 英国开了一个 特别不好的头 对吧 带头使用卢布了 我算投敌了 那你说乌克兰怎么想 乌克兰说 卧槽 我那么前面跟 我们叫什么 打的这个happy呢 你死我活的 你兔崽的 继续使俄国天然气 而且还有他的卢布 我靠 那你不是给俄罗斯这 这个输血吗 所以你瞧英国 绝对绝对是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拔了毛啊 比猴都精 对吧 语言老实话说 这非常的贼油 我来看看评论区 这个新闻本身 我觉得没有什么 更多解读的 肯定是一个 对俄国的利好消息 你瞧这个 知乎网友啊 皈依三尘啊 计算机硕士 陶森大学没听我 说上次 G7开会坚定信念 说坚决不用卢布 结算俄罗斯能源 然后这么几天 又挺不住了 因为英美 发现他们被孤立了 可怜一群1450 当时狂写了好久 看最近两个有意思的消息 第一个 20号 G20的 G20的财长会议 俄罗斯代表发言 美国和乌克兰代表退席 仅仅是英国 加拿大 跟着退席了 说连日本 澳大利亚都没有退席 说这种事 不一致行动 耶伦这个脸 实在是没地放了 要知道这种事 事先都要安排好 这可是16比4 还有一说是14比6 还无所谓吧 反正不退席的人占多数 说第二个 耶伦很明白 其中的原因 于是在21号说 欧盟必须结束 对俄罗斯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进口的依赖 强调嘛 目前全面禁止 禁令可能无法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损害 就是现在全面禁止 不行 对俄罗斯没用 天板一块 反正还会使欧洲能源价格上涨 提高全球油价 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好吧 你就自己吧 对我们中国没事 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说你品 你细品 这和一周之前说的 说美方强烈要求立刻禁止使用俄罗斯能源 完全相反了 对吧 打脸了 当然耶伦也不是什么都没拿到 连被打肿之前 拿了一点点的面子 这期财政表示 承诺自2022年起 与各国一道 乌克兰提供超过240亿美元的额外支持 就给钱嘛 直接给钱 对不对 这个承诺是这期能给耶伦的最大的面子了 当然 上月四这期开会的承诺是 坚决不用卢布购买俄罗斯能源 上次这个承诺 就已经被打脸推翻了 说那么英国 用卢布结算俄罗斯天然气 自然也是顺理成章 因为耶伦代表的美方已经明确的知道 他们无法逼迫欧洲禁止 就是无法逼迫强迫欧洲 不用俄罗斯能源 对吧 英国自然新领神会 此时的高峰还没到 应该他估计在五一前吧 欧洲要彻底放弃战队美国了 而泽伦斯基手里就是乌克兰总统嘛 小泽啊 小泽手里有北约的把柄 到时候呢会很热闹 目前呢消息已经爆出了 这个加拿大陆军司令 在马里乌伯尔 马里伯尔啊 这个前司令啊 4月5号辞职的 说那个就是说加拿大陆军司令 反正就过去了啊 但我并不觉得这算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把柄啊 无所谓把死都死了呗 说这我们看看啊 这个乱岗的啊 这个不是乱岗 哦 它是亚素营嘛 在香港那边嘛 亚素营后面啊 到底谁是什么鬼吧 就是说这个 呃 马里伯尔那边呢 有亚素营 也有加拿大的陆军司令啊 他认为说在一个地儿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这么就是给亚素营提供培训嘛 对吧 反正这破事吧 基本就是说呢 他说你有这个人权问题 对吧 说你是什么 你就有 对吧 但是自己呢 亚素营这边有很多 有可能涉及到法斯 法西斯嫌疑 对吧 而且很多人确实脸上刺青什么的 也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 肯定是有的 对不对 这要是按照 对吧 你立场一调嘛 你到现在我还是这话 我还是一话 就是你说你说加拿大那会儿崩得最欢嘛 说中国的新疆有问题 最后狗皮没有啊 什么诸位都没有 对吧 他还就是骂 继续骂 对吧 但是亚素营这边呢 我觉得他的证据的充分性啊 应该是比咱们新疆要高的啊 你看加拿大好像也没什么事嘛 对不对 所以这帮人啊 你说是正正确啊 人权啊 什么乱八糟的 他不是不懂 但背后其实说到底是咋回事 歪歪绕 他都懂啊 他就是在某些问题上啊 他选择性的装傻 装瞎啊 对于加拿大来说呢 嗯 跟乌克兰肯定比较亲嘛 他是美国的一个非要 就是一个一个敲头堡啊 一个他需要去支持的 那自然在这件事上 他有选择跟美国战队嘛 所以就选择性的忽视了 雅素营的这帮纳粹 对吧 这也正常啊 这也正常是吧 看底下评论就挺逗啊 一个最高赞的这个啊 美媒花式嘲讽 美国将与俄罗斯战斗 这就是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好吧 这土糟太狠了 我扫了 这谁想的段子 牛逼 牛逼 反正死不是自己人嘛 对吧 死的是我 我美国与俄罗斯战斗 对吧 死的是谁 死的是乌克兰人 吓死了啊 台湾啊 可以向欧洲提供天然气嘛 台湾can help 台湾can help 是吧 好吧 看没有别的评论啊 这还一个是欧盟 说天下未有为自由 而弃弃者 有之请自欧盟使啊 英国说天下未有为自由 而弃弃者 有之请自欧盟使 这什么梗啊 这应该是那谁嘛 他自从那个吧 就是说天下未有这个民主 还是我也忘了什么了 就是对吧 那个有之啊 请自我们的 他自从对吧 我们这帮人开始 对吧 就大概这意思嘛 他意思就是讽刺啊 这欧盟啊 好歹还打个嘴炮 有点觉悟 英国呢 根本为嘴炮都不打 对吧 那个对吧 那个为了这个民主自由 对吧 来欧盟 不使他的气了 你不要使了 对吧 你来带头是吧 就按照我们那个 大话稀有话说嘛 说这个背黑锅你来啊 对说错了 背黑锅我来 送死你去啊 裴徒啊 你看这个说 美爹可以买 那么大英当然可以买啊 但欧盟不行啊 这算是声援旁乐的 法国大选吗 乐旁的法国大选吗 这个乐旁支持率到39了 哈哈哈哈 说欧洲人啊 也该反应过来了 俄罗斯啊 统战价值很大 你看这裴徒嘛 就是欧盟 一只黑狗 和这只俄罗斯 一只白狗 黄狗吧 对吧 在这死咬这个乌克兰 吐的在这吃瓜 美国在后边 在后边后入这个 后入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欧盟嘛 把两边一起开心的合体啊 拔出比杀计啊 是吧 哈哈哈哈 行吧 这个新闻说这里吧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